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欧美各大國淪陷 機場成了守護台溫 最後一道防線 真的三例的確診個案 那都是境外移入 那383 384 因為主動申報有不適的症狀 那在機場採檢通報 機場檢疫層層關卡成功 擋下不少疫情擴散的可能 按383長期在美國工作 3月31號就出現 胃部不適時 遇不正的症狀 曾在美國就醫10號返台後 隔天確診 另外384同樣是長期在美國 3號出現症狀返台後主動通報 兩人都在機場被攔截 期間並沒有與外界接觸 另外一名法國留學生 則是居家檢疫中出現症狀 7號發射後就立刻就醫採檢 11號確診 有一些個案可能沒有特別提到 秀未決的失去或喪失的這些個案 我們都一一去做了解 37位解隔離的個案裡面 有11位有未秀決 秀未決的這個上司 比較多數都是秀未決同時出現 目前台灣累計385人確診 6人死亡 境外一路331人 另外有54例本土案例 今晚目前大多都是境外案例 但防疫沒有大一本錢 民眾出門還是要確實戴口罩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接著在這番西 文明台北報導